情人节,又称为圣瓦伦丁节 详细起源不明 但主要都和三世纪罗马的一位神职人员 圣瓦伦丁有关 有兴趣的话请自行查询 这边不多做讨论 今天我们主要来看 日本型バレンタインデ 也就是日式情人节 日式情人节大约从195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左右逐渐成行 主要是受到和西方文化大量交流的影响 特别是在二战之后 欧美人虽然也有送恋人巧克力的习惯 但不一定要在情人节送 也不一定要送巧克力 然而 日本却发展出独树一格的日式情人节 主要有三个特点 包含 1.礼物基本上限定为巧克力 2.由女性单方面送男性 3.是女性表达爱意的重要机会 另外像职场上不成文规定的送礼习惯也是特色之一 那么 这样的日式情人节究竟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呢 先说结论 促成日式情人节的起源有诸多说法 也很有可能是非单一事件的累加效果渐渐形成的 最早的相关活动可追溯到1936年 当时有家叫做The Japan Advertiser的英文报社 刊登了一则广告 大意是 送巧克力给你的心上人吧 随后在1960年前后 据说森永治国与伊士丹百货推出了相关活动 目的主要都是为了推销巧克力 可以说情人节送巧克力的概念在这个时期渐渐成型 不过碍于当时的时空背景仍相对保守 巧克力的销售未见其色 不过到了1970年代 随着消费社会逐渐成熟 加上遇到石油危机 使得厂商比以往更积极地投入广告宣传 赠送巧克力的习惯在学生族群间逐渐扩散 到1980年后 一般的妇女也开始送巧克力给父亲或岳父 此时商人又有新的阴谋 开始推出ギリチョコ和ホワイトデ 相对于ホンメイチョコ 本命巧克力 是送给自己的心上人 ギリチョコ 一里巧克力 则是送给其他男性 避免让那些没拿到巧克力的人过度尴尬 然而 现实上一里巧克力是个麻烦的东西 不但可能让男方误会女方对自己有好感 也可能造成对女性的职场骚扰 因此也有不少企业提倡避免一里巧克力 另外 ホワイトデ 白色情人节更是邪恶的发明 情人节收到礼物的人 必须在3月14日当天回礼 不过不限巧克力 更多的是饼干糖果类 也有其他非食品的礼物 但根据问卷调查 约有45%的女性对回礼感到失望 更有高达85%的女性 希望对方能事先调查自己的喜好 造成很多人苦不堪言 痛批伤人炒作出来的结果 顺带一提 在南韩每月14日竟然都是情人节 例如1月14日是日记情人节 6月14日是亲吻情人节等等 南韩人也太辛苦了吧 2018年2月1日 Godiba Japan的社长 在日本经济新闻刊登全班广告 内容提到 对送礼的人来说 情人节这天快乐与否才是最重要的 希望大家能不被异物感 行事或习惯所拘束 而是更自由地 享受这可以表达感谢或爱情的一天 这则广告引起热烈讨论 有人感同身受 也有人不以为然 你喜欢日本独有的情人节文化吗 理由是什么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区留言 或是分享这部影片 让更多人参与我们的讨论 我是Jack 我们下次见 また今度お会いしましょう